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雄 美国大选有如精彩的电视联系剧 就在拜登表明坚决不退选的态度后 美国民主党内的大佬们纷纷开始直接倒败 奥巴马和佩洛西前一段时间只是私下里劝退拜登 但现在民主党的民调与共和党的差距越来越大 各种迹象显示,如果仍有拜登与特朗普对决 民主党几乎没有胜算,不破不利 美国民主党要在竞选中击败共和党 只能换人搏一把 各种传闻都有 其中有部分的民主党人认为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老婆希拉里克林顿 有挑战特朗普的实力 来自民主党内部的压力越来越大了 拜登有可能顶不住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我认为拜登竞选连任的希望非常的渺茫 特朗普重组白宫的可能性大增 这将对俄乌战产生重大影响 7月19日美国国务卿布林凯表示 如果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在11月的大选中赢得胜利 那么美国的援武政策可能会胜变 布林肯的话显示美国民主党人对赢得大选信心严重不足 另外对共和党是否继续援武持怀疑态度 美国民主党可能输掉大选 令挺污的各国忧心重重 但最近似乎也传出一些好消息 前日特朗普与泽连斯基通过电话后 又传出特朗普有可能出现在基辅的声音 民调显示 有70%的美国人希望支持乌克兰击败俄罗斯 共和党内有人建议特朗普动视这个现实 出访基辅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 以提前锁定大选审局 美国共和党做过相关的民意调查 如果特朗普在俄乌战争的问题上改变立场 坚决支持乌克兰 则11月份的大选几乎100%可以获胜 这种民调对急切进入白宫重新掌舵的特朗普来说 太有吸引力了 也许我们在某一天发现特朗普突然出现在了基辅时 不要感到意外 乌克兰一直在邀请特朗普到访基辅 现在这个球已经抛向特朗普 就看他愿不愿意接了 我个人观察到 自从英国前首相大金毛给特朗普做思想工作后 特朗普在俄乌问题上的态度有所转变 如果猿乌能赢得70%的美国人支持 提前锁定大选的胜利 特朗普怎么可能拒绝呢 现在有些媒体开始提前炒作特朗普出访基辅的事 因为如果特朗普成行将绝对是一件轰动性的事件 并可以提前锁定未来国际政治地缘格局 有消息称特朗普正在权衡利弊 不久将做出决定 美国民主党获胜一定会延续拜登的援武战略 而共和党特朗普获胜并顺应大多数美国人的期望 改变曾经拒绝援武的态度 则乌克兰左右都是赢 因为我看乌克兰赢定了 国际政治风云变坏 根本没有固定的规律可循 我们总是被一起又一起突发事件挑动敏感的神经 虽然我们无法预测重大的突发事件 但我们始终相信 人类文明的发展路径一定是波浪式前进 螺旋式上升的 文明必将战胜野蛮 理性必将战胜贪婪 为了战胜侵略者维护人间正义 英国决定明年加倍援助乌克兰 最近英国国防工业公司谢菲尔德锻造厂计划 为乌克兰生产105毫米炮管和15毫米炮管 俄乌战争过于激烈 很多火炮早已到了要更换炮管的时候了 英国此举有利于维护乌军火炮部队的战斗力 小国克罗地亚无偿援助给乌克兰两架安三二B运输机 乌克兰对俄罗斯的纵身打击仍在持续 昨天乌军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托夫的米勒洛沃机场 该基地受损严重 这里停放着不少的俄军苏30战斗机 防务快报分析师认为 从火灾监测服务的数据来看 乌克兰无人机击中了空旷地区的飞机和直升机 克里米亚风电报频道报道说 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的米勒洛沃机场 据报道在机场附近发生了超过16次的爆炸 在地村附近以及油库附近 另外乌军导弹成功端掉了俄军 第60摩布铝指挥部 当时俄第5集团军副司令和第60摩布铝指挥官们都在现场 从袭击现场前后照片来看 俄军指挥部被一锅端了 至少数十人死亡 有关F16的消息总是让人兴奋 俄罗斯媒体称最少有四架F16出现在乌克兰海滨城市奥德萨上空 俄媒称这些飞机是从罗马尼亚起飞 乌克兰方面予以了否认 F16以抵达乌克兰应该是真实的消息 但从罗马尼亚机场起飞那就胡扯了 乌克兰各机场早已做好了接收F16的准备 怎么可能将这些飞机放在罗马尼亚机场 造成不必要的争端呢 看来F16准备参加实战 目前在奥德萨上空演练 一方面是警告俄罗斯不要在此方向打什么主意 另一方面 有可能将俄战赫尔松和克里米亚的俄军目标 当作重点打击对象 乌军在哈尔科夫方向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乌军正在切断被围在沃布昌斯克 骨料厂俄军的补给线 这里已经被乌军包围一个多月了 乌军利用这里围点打圆 困在这里的俄军已经收拾的差不多了 乌军准备收往全监这些瓮中之边 俄军在对尼茨克方向取得了一些进展 其他方向双方战线没有明显的变化 战争即将打满三年 俄乌战争将俄罗斯军事强国的神话 死了个粉碎 过去神一般存在的防空系统S300S400 都已成为笑话 空军的苏34苏35战机 也不断用折戟沉沙来证明大额的神话破产 号称地表最强的坦克T90形成的钢铁洪流 已经被打得没有了洪流了 而只剩下了一堆堆的钢铁 在俄乌战场上已经出现了珍宝岛时期的神话T62 这本应该在俄罗斯军事博物馆里 进享当年的威武的老物件 却被派上前线了 不能不说大额已经快淡尽两绝了 当2024年7月15日 俄罗斯黑海舰队最后一艘巡逻舰 灰溜溜的逃离克里尼亚 我以前的预言真的应验了 黑海舰队被打得只剩下了黑海 要知道 以前要想通过黑海 乌韩商船必须经过俄罗斯的许可 否则你想通过门都没有 真是风水轮流转 现在俄罗斯商船要想通过黑海 这回要看乌韩人的脸色了 一个没有空军和海军的乌克兰 硬是通过俄乌战争 打出了一片新的天地 拥有了自己的海军和空军 将世界第二军事强国俄罗斯打成的 世界军事三流水平 更有趣的是被简中圈 十分看不起的系子总统泽连斯基 现在竟然成为世界政坛上 举足轻重的人物 到哪里开会啊 都是站在C位上 这和那个被神化了的硬汉形象的普京 正好来了一个乾坤大蚪蚁 普帝在世界的外交舞台上 不但没有C位的逮捕 就连出国都成为了难题 因为海牙国际法庭正在通缉他 他一旦进入海牙国际法庭 帝约国的地盘 那么就会被逮捕 系子成为了真正的硬汉 而硬汉却成了演员 从普帝变成普帝 只需经过一场侵略战争的距离 现在俄罗斯人也在加速逃离克里米亚 这是否意味着乌军很快会占领克里米亚 这个让乌汉人魂前梦绕的海岛 一个人的伟大 不只是懂得什么时候开始 更要懂得什么时候结束 但是人的贪婪的本性是 导致普帝踏上这条战争的不归路 在发动俄乌战争之前 我一直认为普帝是睿智的 有魄力的 有远见的 有智慧的 非常精明的总统 但是当他出乎所有人意料 启动了俄乌战争的这台机器 瞬间他失去了我所有的尊敬 就像当得知川普我支持普帝 而瞬间失去了我的尊敬一样 后来当我阅读了大国论 领袖论之后 瞬间顿悟 一个人一旦在权位高耸的山巒的位置上 坐久了之后 就会变得愚蠢 这是一定的 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独裁到最后的归宿 一定是谁都靠不住 只有家里人靠得住 这是一个72个心眼 96个转轴的时代 世上哪有什么绝对忠诚 那是上坟烧报纸糊弄鬼的 只不过是自我安慰罢了 大家都知道 胡在武庄是大鹅 豢养的一条狗 应该对大鹅绝对忠诚了吧 但是就是这样的一头狗 近日 却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 在红海的商船 如果不是胡在武庄自己 公布了其在红海 用无人艇袭击了俄罗斯游艇 西俄斯师的号的视频 我简直不敢相信 胡在武庄竟然向俄罗斯开火了 难道胡在武庄是美帝派来的卧底吗 还是属于恶意讨心行为 总而言之 胡在武庄向大鹅开火了 你什么时候听说过 二战后美英法德一日等互相开火的 俄罗斯商船都没有任何一家被俄罗斯的保险公司给承保了 这是多么尴尬的强导众人推的事实 俄罗斯经济 军事 政治 金融 外交等等都已经被打残了 现在只是苟延残喘罢了 俄罗斯已经进入历史的垃圾事件 不能不说 俄罗斯也有津田 在黑海被乌克兰揍 在红海被胡在武庄揍 大鹅说我太难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吧 对正义发声实属不易 喜欢大城视频的老体们 请随意的给个赞赏 你们的鼓励是我最大的动力 感谢您的鼓励